高铁公司今天召开记者会宣布 由于作业时间关系 原定10月1号起涨票价 现在改为10月8号起调账 其中涨幅最大的台北台南 票价从1350元涨到1480元 台北高雄也将从1490元涨到1630元 高铁也同步宣布涨价后的票价优惠 包括每周新增26万多个早鸟座位数 还有新增60到64岁的首领旅客 以及大学生优惠 高铁公司宣布10月8日起调涨票价 涨幅9.69% 自由座维持现行折扣97折 跟着变贵 离风时段扩大早鸟优惠 每周的六五折早鸟座位 从三万多个变成七万多个 每周的八折和九折早鸟座位 从九万多个变成十八万多个 总计每周新增的早鸟座位数 超过26万个 台湾高铁公司提供的早鸟优惠的座位数 将由目前的十二万八千多个座位 倍增为二十六万多个座位 增加的幅度超过一倍以上 不过早鸟优惠在特定假期 可能调整 高铁公司表示到时候才会公布 另外针对定期票部分 折扣从四八折降为四五折 因此折扣后票价与涨价前相同 回溯票只有八五折降为七九折 折扣后票价比涨价前略为增加百分之二 另外高铁公司也新增两个族群的优惠方案 第一个是六十到六十四岁旅客 特定时段享有七五折的优惠 而大学生在指定班次 享有五到七折的优惠 不过高铁公司不讳言 这两个族群搭乘的比例本来就不高 高铁公司强调新的优惠措施将让公司半年票面收入减少五亿元 但希望吸引民众继续搭乘 充高再客率 行业会方案预期实施到明年三月底 再看市场反应来做调整 记者学林间台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